傳聞人死後走過黃泉路 再到奈何橋 喝過盲袍湯再輪迴轉生 如果錯入三棟 亡靈就會受盡苦難 所以自古親友相信 都會希望亡者一路好走 人的生死 很多人相信早已注定 但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又會希望能夠逆天而行 延續壽命是癡心妄想 還是真的有一些神秘的力量 能夠令人起死回生呢 我是屯朗師傅 我從小是一個很特別的家庭出生 我爹地方面 就是茂山牌的開批走師 張五良的一個好人 所以由於我爹地的這個身分 所以我學了一個傳統都來 又出現很罕見的法術 我這個派別 其實以現在來說 香港的確屬於 一個真正的 導舊的開批走師的學人 我現在是 除了法術 對,作曲、風水 還有任何東西 其實基本上是很全面的派別 我們今天很開心 請到拳老師上來 我想請問師傅 我去很多師傅的壇 我覺得這裡很特別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範圍 可以解釋一下嗎 對 其實這些是我們導舊當中 很特別的花式 需要用得到的 是嗎 這是一個典型的茂山 牠們病了 牠們病了 病了當中 牠們的牠們都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一個人病了 牠們要做手術 或者牠們快要弄電了 所以牠們需要做搶命法 令牠們手術平安 第二種狀況 也是要做的 就是一個人 牠們真的有病得很嚴重 加上牠們的心臟也有距離 第二種是 我們還要把牠們距離 才會令牠們平安 第三種其實是最困難的 第三種就是 一個人執行地就離開 然後又有鬼害牠 而且牠的魂魄已經不在身上了 去到陰間了 這就是危險的 一般其實一個人就來走 支持牠的魂魄 就是魂魄 真的已經被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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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對,那種就是來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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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那些人快逃走時,鬼都很厲害 這就這麼簡單 第三段是最困難的 我們有幾個方法去做 至少待會要過這些關 把他的魂魄 如果是魂魄的十年以往 我們就要救他回來 救他回來不僅僅 我們還要把魂魄迫伐在他身上 師傅,我之前還未知道 要上來找你 我幾個星期前就是在夢 夢到一些黃色的番 還要夢到有龍有鳳 剛才工作人員說 你一個有的番是有龍有鳳 真厲害 對,我覺得很神奇 你跟我們這個道具有緣分 我想問一件事,因為剛才聽 這個方法要有甚麼要還出來 或者要報仇出來 其實這是我們用化學來做的 不過這個法學來講 第三段,我剛才提到山眾的狀況 山眾真的要從鷹根 把魂魄魄搶回來 你有一個實電而往的關 其實一般師傅真的難做得到 我之所以做得到 我有兩樣的具備了 第一,我的確是一個很罕有的 一個茅魄山牌的開閉祖師 張五亮的稱之鷹人 是 第二種就是我的特殊身分 我本身就是天界的測公主 下飯、轉世 測公主就是大家經常看電視 看到的測師女下飯 對… 那就是我的前世 待會會幫一位人士續命 對 我想問是否所有人都可以續命 其實基本上百分之九十都有效果 那個百分之九十 他沒有辦法幫他做的事是甚麼 就是他的樣子的確是盡了 第二,他沒有英國 我是不能救他 實際的樣子我不同意 對… 現在我們的續命法 有否有一個程序需要甚麼 其實這個程序 我們在茅魄山方面 有幾個法器 例如一個背在背著的親親 一時間你看得到 然後做一個這樣… 那些燒機 燒機 還有一個圓圓的那些… 款式 對,差不多是那些針盤 這些全部都是來過關用的 然後還有一個桌子 特別的桌子就是我坐的這種桌子 對… 它有規格的 對,但不可以完全離開 是嗎 對,因為這些全部幫一個鬼魂 我們救他回來時是過關用的 對,這些是基本 好,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開始吧 麻煩派旗斯 張五郎的親吹渠郎 由請 toyota 乃興三催成軍 不到親生成軍 飛到七星成軍 失 På爺興二 Undo specimens 至於沙尺的擔撓 父母三ブora 天到父母三 他 hol Anna 天到父母三 今天受事主所託 請眾先來救病人病癌 已知已卡化了所有栽培 實際要我請信助 這間馬屁 是香港的馬屁 醫院生命危態 請求別禍 勤 港王 第一電王被雨過關 將他的運怕送回陽間 如果可以被我過關 請給我三個聖杯 請第一電二王 製造火營 幫助馬屁 國關 懷陽 謝謝國關 你小心 你小心 順時馬屁 如香的馬屁 醫院生命危態 請把我的運怕 送來陽間 讓他起死為生 沒問題 我可以被我過關 然後 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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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關 最後那裡十關 你現在可以站在這裡 我們可以關燈 我們可以關燈 師傅,我想問一下 其實剛才的過程是做了甚麼 因為我看見事主有一些金銀 其實是買爐錢嗎 是的,你知不知道,師傅 那些是被他的親人過關的 他的親人現在病了 病得很嚴重 那時候他活不下 已經到了陰間 我們剛才把他過關救回來 是,所以師傅已經過了十關 是,過了十關 對,全都過了 我們現在還有甚麼會做 你的儀式嗎 過關後,他的魂魄已經回來了 回到他師傅的身上 於是我們最後把他化掉 這些是… 這個化完後,這是太新 化完後,這個公仔 將他的疾病 他把危險帶走 那就是說,他不會死 這個公仔就大退了 事主有沒有說 多久左右的見效 就是你剛才做完 他應該不會立刻康復 他應該要有一點時間 多數的魂魄回來之後 有些人會立刻 神奇的,當晚就會醒 或者當然會醒 有些人會說 如果他身體很弱的話 通常第二天都會醒 他醒得很快 真的很快 很快 對,他是一個很快的化事 因為他魂魄回來之後 其實他就醒了 只不過如果他身體的病 太重的時候 一下子他的身體受不了 他會慢一至兩天 但是由於他的魂魄回來之後 他也會醒來 明白 我小時候 我的師傅為了我 真的要捉到鬼 首先訓練我們不怕鬼 於是我那時候有個師哥 帶我去墳地 很多不是很乾淨的墳地 就去修過我的髮 誰不知我們修到一輪的時候 突然間我就看到後面 基本上那些鬼 幾萬隻 四面花花推過來 當時我已經糊塗了 然後我就起床之後 幾個是自己不知道的 然後我就照著他們的方向哭 因為他嘗試了我的魂不怕 說很醜,我的師傅在這裡 然後我大眼一聲 說,你做甚麼 然後我一震 大眼我就一震 然後我醒了 然後就看到很多鬼 於是我就跟師傅說 我說,威威威威師,我們走 然後我跟師傅說 不夠到他們到 那時我剛剛是第一頭褲 不夠到他們到,那時很曬 然後我剛才威威威師就走了 但我們走之前 我們師傅教我們這些髮髮 就可以阻礙著鬼 看不到自己的髮髮 於是我就跟師傅 同時又施了這套髮 讓鬼看自己看不到 髮髮後真的有效果 那些很大人害怕的感覺 就是他在你師傅 施到你身後的感覺就沒有了 於是我跟師傅就懶得走了 到了我很緊張的時候 我想問問師傅 因為我待會將要接受師傅 跟我做的姻緣法 我想問師傅 是否有很多不同的姻緣法 不同種類 對,我們有招逃髮法 我待會做的就是招逃髮法 對,只要打個比喻 你沒有頭髮的話就招逃髮 接著就像姻緣法 即是一個人 他怎樣拍拖 他都很難結婚 就像姻緣 就表示他沒有什麼姻緣 接著還有夫妻和下法 這些就是什麼呢 雙方之間吵架 或者吵離婚 然後令到他不離婚 那就夫妻和下了 就是一個 一個是猛威愛情化 兩個是拍拖的 是 誰知道他已經散開了 或者因為第三次已經散開了 他一定要讓他回來 這個愛情猛威化 對,這樣才會做到甚麼 這個也有 這個我可能需要 你也知道,你這麼頑皮也需要 幫我們做好事 還有就是不離婚 這個不離婚更厲害 就打個比喻,兩個人 有一份就報名也有離婚 如果沒有離婚,打架 甚至家暴也有份 這種就一定要 這個法術上陣才能夠成功 你要另外一方 想不想離婚才可以做嗎 肯定是另外一方 不想,他才來找我 想的話,肯定已經散開了 就沒有這個法術存在 還有一種就是不吵架法 有些夫妻之間,他不知為何 他每天都罵了 是情趣,罵家 罵完之後,他會很不開心 其實我經常被人罵多 其實是不被人罵的 不罵… 有甚麼活該罵 這些都是… 上次我做了一位夫妻 他罵了20年 後來那個女人終於不相信 他老公向他罵得太厲害 他就幫他離家,離家出走了 後來他的女兒就來找我來做 做完之後,他說要不然離婚 他老公就說,你不回來就離婚 他知道這樣,很餓 後來我幫他做完之後 很神奇 一個星期,他自己搬回家 他不吵架了 再幫我,他20年了 從來之前天天都吵架 但他不吵架了 但他回到去後有甚麼說 他的性格改變了嗎 改變了 好,那師傅,我想問一下 待會你和我做的姻緣罵 那個流程大概是怎樣的 流程的話 基本上要買的東西 準備的東西,你看到 首先要準備12枝白蛤花 是… 然後有12枝玫瑰… 一定是紅玫瑰 對,一定是紅色的 你看到上面又寫了這些紙 這些紙都是在法事當中必俗的 是… 做的事,大家看得到 已經挺複雜的 是嗎?明白… 馬學生排的開派就是 張五良的親拳人拳朗 有請月露神君 問黃和她倫敦 然後鞋,妳有沒有看 有一個的,好嗎? 有一個的 人家看不見 我和過後 還不見 你會看不見 那現在是個派的 黑白玉時代 公布佩, 婷姻眉神 叔交來桃花, 愛情魂 一條塞 漂亮一點 光寶 只要我們這樣 我前置可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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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